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对瓶子 这对瓶子是什么形状呢? 这个高度是42公分 这是一对架装瓶,150件的架装瓶 什么叫架装瓶? 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陪送过来的 就像现在的,今天的人们就是 会上架去,男方出房,女方出车 这过去就相当于豪华教授了 架装瓶就是摆在那个架装的条案上 正体上的条案上,一面放一个 一般情况下,一个里插鸡毛胆子 一个里插那个孔雀鳞子 这架装瓶啊,特别容易榨底 榨底就是底下有鸡脚纹 什么原因呢? 就是经常性的胆虎 插鸡毛胆,那经常等会儿 等完会儿之后呢,鸡毛胆随便就 随便就放里头了 你看比如说 当,当,当,当一声就放了 放里就容易榨底 小孩大人走了 告诉他,把灰打了 小孩干活也不认真 随随便便便就放里了 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容易榨底 这个东西是什么时期的呢? 马哥说,以前跟大家说过 看东西一定要看风格 你看这个纹饰这个风格 这是四女英戏 四女还有小孩 你看四女穿这个衣服 在清代之前 所有四女穿的那衣服都是汉服 你看,长袍大袖的汉服 你看她穿这个衣服 你看,就是民国的时期 穿的,人穿的衣服 你看特别像那个女学生穿那个 你电视剧中看到那个撞书 五四运动的时候 女学生穿的很多都是 铁蓝色的一个上衣 还有一个黑色的裙子 它就是这个撞书 那时候文革嘛 提倡政府嘛 民国政府 提倡新文化运动嘛 就是那时候的时候做 你看这时代风格特别明显 你看 你还有砸的那个 小小男孩砸的这个小便着 你看 就是完全民国那个时候 五四运动的时候不就是 那个那个时候的撞书嘛 这时代风格特别明显 而且这个彩是民国新文彩 新文彩是从那个老文彩和浅江彩 过度而来的一种 一种新的尝试 它民国新文彩和老文彩有什么区别呢 它新文彩吧 它不用玻璃白打底 你看那老文彩 特别是画的 你看牡丹画的 一看就有一层玻璃白 你看这就没有 这就是民国新文彩 民国新文彩的颜色特别浓烈 对比强烈给一种视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就是典型的民国新文彩 然后民国时期就是这个架装瓶 然后也叫胆瓶 这个特点就是一面是绘画 一面是斯文 这面是斯文 毕竟什么金身无色相 善如龙女并相随 毛指荣 毛指荣也是一个 晚清民国时期 一个新分财的一个 惠池名家 这一堆 一点毛有没有 特别不容易 你看这是它的底 距今快到一百年了 一百年的东西留存自己完整的保存 苏微不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